接下来讲解第二节内容 征税范围、纳税人和税率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内容征职税的征税范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包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或进口货物 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第一个征税范围为销售或者是进口货物 货物是指的有形的动产 比如像电力、热力、气体 它们都属于我们这里所讲的货物范畴 而销售货物是指的有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 销售货物还包括了我们销售货物的各个环节 包括了像生产销售 还包括了批发销售 还包括了零售销售 第二个是进口货物 进口货物是指进入我国国境或关境的货物 在报关进口环节除了依法缴纳关税之外 还必须缴纳增值税 因此增值税的征收涉及到货物的生产、批发、零售和进口的各个环节 增值税征税范围之二是提供应税劳务 提供应税劳务是指的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其中的加工是指的受托人来加工户物 由委托方提供原料或主要材料 受托方按照委托方的要求制造户物并收取加工费的业务 修理修配劳务是指的受托方对损伤或丧失功能的货物进行修复 使其恢复原状和功能的业务 这里面要注意的是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是不含本单位或个体工商户聘用的员工 为本单位或者雇主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增值税征税范围之三 销售服务 这里的销售服务是指的 纳税人提供的交通运输服务 邮政服务 电信服务 建筑服务 金融服务 现代服务 以及生活服务 增值税的增税范围之四 销售无形资产 销售无形资产是指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 或者使用权的业务活动 无形资产是指的不具有实物形态 但是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 包括像技术 商标 著作权 商誉 自然资源的使用权 以及其他权性无形资产 增值税 增税范围之五 是销售不动产 销售不动产是指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业务活动 而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 或者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的财产 包括像建筑物 构筑物等等 第六个内容是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的非营业活动和境内范围 非营业活动是指 一 非企业性单位 按照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 为履行国家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职能 而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活动 第二单位或个体工商户聘用的员工 为本单位或雇主提供的应税服务 第三单位或者是个体工商户为员工提供的应税服务 第四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营 在境内提供应税服务 是指应税服务的提供方或者是接受方在境内 但是下列情形不属于在境内提供应税服务 第一 境外单位或个人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 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应税服务 第二种情形是境外单位或个人向境内单位或个人 出租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有形东产 以及第三种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增值税征税范围之期是适同销售行为 本部分为非常重要的内容 一般来说 对于货物征收增值税 要以货物所有权的有偿转让为前提 但是在实际经营活动中 经常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转让货物单位发生产权的转移 二是虽然货物的产权发生了变动 但货物的转移不一定采取直接的销售方式 三是货物产权没有发生变动 货物的转移也没有采取销售形式 而是用于了类似于销售的其他用途 对以上的三种特殊情形 增值税暂行条例 基于货物经营的实质内容 为了平衡各类经营方式 和各类货物之间的税收负担 便于税源的款控 规定对这类货物适同销售 也征收增值税 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适同销售 是将货物交付给他人或其他单位代销 第二种情形是销售代销货物 我们可以把适同销售的一和二合在一起看 适同销售的一和二实际上来讲的是 委托方和受托方的有问题 第一种情况是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销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委托方假设是一家工厂 他生产服装 他可以把生产出来的服装 委托给一家商场代为销售 委托方也就是工厂 他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是只要收到代销清单或代销款二者之中的较早者 如果都没有收到 则以发货之后的180天来作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第二种是要销售代销货物 这实际上是代销活动当中的受托方的业务活动 这里面要注意的是 他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只要商场把货物对外销售了 那么商场的纳税义务就发生了 在其实际计算应缴的增值税的时候 是按照实际的售价计算销项税额 那么如果取得委托方也就是工厂的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是可以抵扣其进项税额 第三种是同销售 是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 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 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这里面的关键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形来反映 我们假设纳税人有总机构和分支机构 假设总机构是在甲地 分支机构在乙地 如果总机构从甲地将货物移送到乙地 这个乙地假设不在同一县市 且移送到乙地是用于销售的 那么在移送的当天就有了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增值税的市同销售第四种情形 是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增值税市同销售第五种情形 是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市同销售第六种情形 是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 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是个体工商户 我们可以再把第七和八合在一起看 第七是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 第八是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进的货物 无偿的赠送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增值税的市同销售第九种情形 是银改增试点规定的市同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具体规定是这样的 根据营业税改增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 以下情形是同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第一种情形是单位或个体工商户 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无偿提供服务 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 第二种是单位或个人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无偿转让 无形资产或不动产 但用于公益事业或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 以及第三种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关于事同销售货物的主要行为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表格加以归纳 在这个表格当中 我们将货物分为资产或委托加工以及外购 比如说资产委托加工的货物只要用于投资分配赠送等改变所有权的情形 以及资产委托加工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集体福利 各个人消货的行为均视同销售货物 以及外购的货物只要用于投资分配赠送 那么也是视同销售货物 增税增税范围之八 混合销售商品 混合销售商品行为是如果既涉及到设计服务又涉及到货物就为混合销售 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 是按照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 而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是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增税范围之九是兼营行为 纳税销售后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或不动产 所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征收率的 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是征收率的销售额 增值税的增税范围之十是其他特殊的规定 这部分内容比较繁杂 我们做一般了解 大家只要了解了像货物期货 典当业的死当物品销售业务 以及寄售业的带委托人销售寄售品的业务 以及电力公司向发电企业收取的过网费 印刷企业接受出版单位委托自行购买纸张 印刷由统一刊号以及采用国际标准书号编续图书 报纸杂志按货物销售来征收增值税 但是像燃油电厂从政府的财政专户取得的发电补贴 这不属于增值税的价外费用 是不计入到应税销售额 当然也不征收增值税 请不吝点赞订阅